我攀上京圈小公主林婉的第六年,她抛弃我奔向白月光,所有人都说我穷小子,这辈子入赘林家,已经是天大的福气。 他们不知道,林家在我的真实身份下,不过是个提携都不配的小家族。 林婉又去疗养院看夏明了,夏明植物人醒来后的第三个月,她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,也是夏明天之骄子。 林婉京圈小公主,天生一对,要不是七年前夏明车祸昏迷,哪里轮得到我这个穷小子和林婉结婚,在林家的这六年,别说林家父母,就连林家庸人都对我下眼相看。 我任劳任怨,忍气吞声,不过是因为我喜欢林婉,很喜欢,七年前那场大雨,我从秦家跑出来,浑身是伤,是他为我撑起一把伞,给我处理,伤口,照顾我半个月。 最近,我总梦到七年前的雨夜,那样温柔的林婉离我越来越远。 阿元,我今晚不能回来了,夏明头疼,要我陪着他,轻柔的语气穿过电,留。 我一贯宠着他,却也不是这般骄纵法,刚要开口,又听到林婉温声开口,他刚醒来,又只记得我。 阿元,我和他那么多年感情,不能丢下他不管,那我和你一起陪他。 不,不用。 林婉反应异常激动,随后,便是心照不移的沉默,夏,夏明不喜欢你,阿元你知道的,我和他一起长大,我们本来会结婚的。 他,觉得你把我抢走了,阿元。 带着歉意的轻患,没有把我心口生疼的怒火浇灭,我忍不住质问,所以,是我把你抢走了吗? 不是,我是小三吗? 当然不是。 你既然清楚,今晚就回来,林婉,我是你丈夫,我没法接受自己的妻子陪着出,练,一整夜共处一室,我做不到,阿元,我不能抛下他。 话音刚落,电话那头传来虚弱男生的呼唤,林婉连忙应声,他甚至来不及和我说一声再见,就挂断电话,我拿着手机,正愣着站在客厅。 呼听一声冷笑,庸人王妈拿着扫把,朝我翻了个白眼,他轻蔑傲慢道,有些人也不擦亮眼睛照照镜子,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,入赘进来的穷小子,怎么能和下哨比? 我冷眼瞧过去,平日里,我不屑与这种人争辩,今日实在火大,第一句还给你,主人家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庸人开口,王妈眼睛一瞪,你算什么主人家? 入赘的废物罢了,入赘入赘入赘,我从未将入赘那件事放在心上,却不成想,成了在林家六年来为人诟病的把柄,我不愿再谈,王妈却以为我怕了她,她哼哼两声,你就等着小姐跟你提离婚吧, 还在这白主人架势呢,等你们离了,婚,你在外边连个月薪五千的工作都找不到,连我个当庸人的都不如,所有人都认为林婉会和我离婚,所有人都觉得我情缘是个学上林家的废物,呵,笑话,我在林市公司待了一整夜,等了一整晚,林婉没打来一个电话,更没回家, 四人侦探发来的照片上,林婉和夏明一起去了露营地,看了小半夜的星星,半夜,又去了山脚下的酒店,什么头疼,后遗症,都是假的,我站在落地窗前,等到天微微亮,便去往林婉入住的酒店,去到酒店前,我还想先去接她回家,之后的事再慢慢谈,直到前台告诉我,林婉和夏明, 林婉入住的是同一间房,四人侦探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,她试探道,昨晚我虽然不能进酒店跟踪,但我也猜到个大概,孤男寡女,大半,夜的,你不会真以为你老婆来酒店会开两间房吧? 我心如刀脚搬腾,是的,我以为他们会开两间房,我以为林婉在如何会坚持底线,林婉开门时,娇柔脸蛋浮现出震惊,随后便是慌张,她换我的名字,似是想解释什么? 阿元,我,你和夏明,昨晚在一张床上,是吗?我蠢敏得很紧,拳头也死死握着,控制住自己不抬步冲进去,把那个藏在房间里,的男人狠狠捶一顿,被背叛的愤怒和焦躁难过,将我淹没,林婉瞪大眼,猛地提高音量, 秦源,你就是这么想我的,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? 你觉得我出轨了是吗?她一声又一声地质问,尖锐刺耳,不知道的,还以为昨晚是我和别的女人开了房,我咬紧牙关,想回声质问,对上那双水润的眼眸,却把话吞咽回去,好歹是我爱了七年的女人,我缓下生意, 看向房间内,朝我露出挑衅冷笑的男人,所以,你们昨晚共处一室,什么都没发生对吗? 我说着都觉得好笑,你知,是在照顾头疼的夏明,是,我看到他和夏明脖梗上的吻痕,配上林婉斩钉截铁般坚定的回答,可笑至极,被赶出勤架。 被亲兄弟背叛时,我都没哭过,此刻却忍不住眼中酸涩,热泪好似药,溢出眼眶,林婉,你太让我失望了,我转身想走,又被夏明叫住。 秦缘,你什么态度,男生冷烈愤怒,我回头,对上夏明质问的目光,不知道的,还以为我才是偷人的那位,我需要什么态度,晚晚照顾我一整晚,身体已经很虚弱。 你不体调,他照顾他就算了,还对他发疲,气,秦缘,你比我想象的更加小人。 呵,我小人,他们多正直,我不愿和他多话,夏明却不想放我走,你现在是要和林婉结束。 他语气高高在上,我们的事,轮不到你来管,夏明眼睛一瞪,脸色历时苍白不少,林婉见状急忙出声。 秦缘,阿缘都不叫了,我回头,两两相望,位于失望,或许我的眼神失望得太直白,林婉明显慌乱起来。 他看了眼夏明,又看看我,四,是想说几句软话哄我,又害怕,夏明听到受不了,多稀奇,哄老公还怕白月光不高兴,我宁眸转身,听到林婉急躁地叫骂,秦缘,你走了,就再也别回来。 夏明低声安慰,别生气,气坏身子不好,晚,他在你家白吃白住六年。 不必,为了这种废物生气,可,你家公司的事,以后我来处理,我爸那边怎么说,你觉得叔叔会喜欢我,还是更喜欢他,他是我老公,没能力没背景的废物罢了,晚,你还要小心,待会我们一起去财务那边看看,账目,不要被他偷偷拿钱财事,二人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,我只觉心酸又可笑。 我决心和林婉一刀两断,却没想到,他又死缠烂打,曾经放在心口的白月光,如今双眸含泪,鲜鲜欲止,拉着我的衣袖。 阿元,你真的不要我了,我身边的行李箱被他拿走,一肚子火气,对给娇弱的女人发不出来,你别不理我,我可以解释的。 昨天晚上,夏明心情不好,我才陪着他去山上看星,星的,后来他又不舒服,我为了方便照顾,他才没住两个房间。 阿元,你理理我,他柔声细语,我沉谋,你脖梗上的吻痕又怎么说? 林婉眼睛瞪大,睫毛忽闪,有瞬间的慌乱,随后猛得道,你是因为这个生气吗? 嗯,这是被蚊子咬的呀,山下酒店蚊子多,我被咬了,你看看。 真的不是吻痕,他双手挽住我的手臂,急急忙忙解释,我和他什么都没发生,你可以检查的,阿元,你可以检查的,我半信半疑, 林婉脸颊飞红,拉着我的手触碰他的腹部,别生气了,孩子知道,也要跟着闹脾气了,我正愣,孩子,是啊,我们的孩子,两个月了,今天早上做的检查,阿元,我怀孕了,别走好,不好,世上再没有比我更窝囊的男人, 我沉溺在林婉温柔的话语里,听着他向往地描述我们以后的三口之家,便再也提不起脚步,在秦家的二十年。 我被当成机器人般指使训练,那时,我也没想过七年后,我会有自己的孩子,我轻抚林婉的长发,你和夏明断了联系,我就不走,林婉犹豫后点头,他温柔坚定。 阿元,你在我这里,最最重要,我和林婉的孩子,在他腹中长大,他在家安胎,我依旧在林氏集团做贡献,林氏集团如今只剩空壳,林家父母接手公司后,并未好好运营,偌大的家业早被折,疼得摇摇欲坠。 这些年下来,若不是我兢兢业业管理,林氏集团早就调出京元豪门之列,我本想撒手不管,却终究抵不过林婉天言蜜语,只是我没想到夏明还不死心。 他闯进林家,对林家父母跪下,声味俱下,我这辈子只想要婉婉一人,伯母,伯父,只要你们让婉婉和我在一起,让我做,什么我都愿意,我的家产都可以给他,伯母,夏氏集团马上就能和秦家合作,到时候前途不可限量,我保证,夏家金,后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属于婉婉。 夏明满心诚意,真心求取,我这么个局外人都感动了,林家父母略显纠结,目光转到我身上,林母叹气,小夏,时过七年,物是人非,完完已经怀了秦源的孩子,你们之间。 已经,我不介意,夏明打断林母的话,只要婉婉愿意打掉孩子,她和秦源之间的,是,我就当从来没发生过,这个人,我绝不会放在心里一秒钟。 我在一旁听得冷笑,荒唐,简直是荒唐,可在场数人里,只有我觉得,夏明是个笑话。 林家父母当着我的面开始游移,林婉也红着眼睛,去拉跪在地上夏明,夏明握紧她的手。 晚晚,我这一生,只要你,初恋的情话总是动人,我目光落在林婉脸上,看清她动容的神色,心头脚痛。 林婉,我们的孩子五个月了。 我声音沙哑异常,林婉面色慌乱,朝我看过来,猛地抽出被夏明握住的手,她匆匆走来,双手抓住我的手指。 阿远你别多想,我悬在半空的心缓缓落地,只要林婉站在我身边,只要她还爱我,我就可以披荆斩棘,排除万难,夏明脸色皱变,咬牙切齿。 玩,她到底哪里好,一个入赘,没钱没事的废。 五,为什么要为了她抛弃我,她说着说着,又脆弱地掉眼泪,我知道,你就是良心过不去,我给她一笔钱好不好,你说给她多少我就给她多少,少,只要你和我在一起。 小,我已经和秦家接班人打好关系,我可以给你她给不了的生活,求你,看我一眼,林婉双眼通红,却忍着不回头看她,我将林婉搂进怀里,向夏明头去挑衅的目光,夏明呼吸一致,到抽口气,静跪在地上,直挺挺地向后倒去,小夏。 阿明,林家父母和林婉的叫喊,震耳欲聋,林婉回头见到夏明昏倒,第一时间将我狠狠推开,跪倒在夏明面前,夏明进了抢救室,林婉在手术室外泣不成声,她看我的眼神浮上怨恨,我估计她腹中胎儿。 犹豫后上前,婉儿,你先吃点东西,情绪起伏太大对孩子,不好,林婉猛地抬头,狠声道,你就是为了孩子。 什么意思?如果不是因为孩子,你现在不会和我在一起,秦缘,你早就不爱我了,不然,你怎么会明知道夏明是我一生挚友,还故意气他,把他气到医院,都是你的。 错,他指控我,生死力竭,我满头雾水,面对林婉混乱的逻辑,竟说不出话语辩解,我猴姐滚动,一股可怕的预感浮上心头,所以呢,林婉,你想做什么?林婉手指要上小腹。 脸色苍白,秀丽的脸上满是坚定,我要把孩子打了,林婉疯了,他咬牙切齿,我现在就要和你离婚,要把孩子打掉,如果没有你,夏明现在就不会在手术室,秦缘,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我闻言,只觉荒唐的可笑,对,如果没有我,他现在该和从植物人状态醒来的夏明,甜甜蜜蜜,不会怀着我的孩子,带着他人妻子的身份,和夏明藕断丝连,是我的错。 七年前那场大雨,在我心底稀稀利利许久,记忆中,为我撑伞的白群女孩,也终究面目全非,我闭上眼,感受绝望。 我问他,我只有一个要求,你要高婚和夏明在一起也好,要我净身出户也好,我只有一个要求,把孩子生下来,我会抚养他,给他最好的生活,行吗? 林婉沉默片刻后,摇头,秦缘,我不相信你,你说给孩子最好的生活,你能给他什么呢?你是个姑,我能给他,你们给不到的。 我不想听这些虚无的话,这个孩子生下来,林家夏家都不会接受,你也照顾不,好他,何必让他出生受苦? 我再次意识到林婉的陌生,他无情,冷漠,不留余地。 我看向他腹部,哑声道,算我求你。 林婉没有回答,我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,而他守在手术室门口,五小时后,夏明脱离危险期,林婉也终于愿意休息。 我将他安顿好,站在医院门口,拨出那个许久未曾联系的号码,秦连兴奋的嗓音穿过电流。 哥。 是我,男人哽咽,七年了,你还恨爸吗? 哥,回来好吗? 秦家没你不行,我做不了。 主,我沉默片刻,黑夜下,城市繁华夜景显得孤寂,我曾经永生不愿回去的地方,却是我最后的避风港,十二,我找秦连要了点钱。 连夜打到卡里,那些我最不在乎的数字,是我用来保住孩子,的筹码,直到卡里的数字变成很长一串,我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去,秦连在我身边守着。 他是我一手养大的弟弟,当初从秦家逃走,我最放心不下的也是他,日光将我叫醒,秦连见我醒来,立刻露出笑容。 哥,我给你准备了早餐,你最喜欢樱桃鹅干,法国空运来的,我看了手表,拧眉,十一点,不是让你五点叫我吗?我看你睡得很香吗? 哥,你在外面的这些年,是不是过得不太好?秦连小心翼。 翼的询问,你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好重,看上去也很憔悴,秦家虽然不好,但悟,智商肯定会满足你。 我没听他废话,秦连被赶去公司,而我第一时间赶往医院,到病房时,林婉还躺在病床上,因为昨天情绪激动,他脸色异常苍白,且不得不在医院保胎。 娃儿,我给你看个东西,我拿出存折,上面的数字一连串,是一串数不清的大数字,林婉却闭眼,偏过头,厌烦地躲开。 娃儿,你看一眼,我有钱,我保证,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,能照顾他一辈子。 我想有个自己的孩子,这是我年少时的梦,曾几何时,被秦家训练成无情机器,被当成工具人使用时,我想过,如果往后我,有幸能拥有自己的血脉,自己的孩子,我一定会对他极好,给他最温暖的家,秦远,算了吧。 孩子,我打掉了,林婉声音轻缓,可我听得异常清楚,我如遭雷击,身体僵力,一股刺痛电流,似乎蔓延全身,我挤唇,闭嘴,几次欲言又止,最后只剩一个疑问。 林婉,这些年,我对你不好吗?林婉闭上眼,不敢回答我的问题,所有人都知道我事事顺着他。 把他供着,哄着,捧在手心宠着,我对他尚且用心,又是什么原因,让他觉得我会照顾不好自己的孩子,令他匆匆,打掉,我等不到回答。 不,沉默就是回答,我万念俱灰,对林婉最后的耐心也消失殆尽,离婚吧。 我终于耗尽心力,我和林婉的离婚手续当天就办理完成,为了让夏明一醒来,看到我们的离婚证,他强撑着刚小产的身体,去了民政局,他面色惨白,秀丽柔美,那张脸明明与记忆中无甚区别,却陌生无比,散了吧? 这些年是我耽误你,林婉,恭喜你走上正途。 我不愿再多看他一眼,林婉却死死盯着我不放,心细手指将离婚证卧的变形。 他看着我,忽然道,阿远,我好怕,怕什么? 你是不是真的不爱我了?离婚了还说什么爱不爱? 我保持着最后的风度,叮嘱他尽快回医院休息,目光在他平坦的小腹流连。 我的孩子,没了,秦家的工作很多,秦连找到救星班,缠着我哥哥前哥哥后,时过七年,秦家老爷子早已缠绵病榻,再也提不起精神做我的恶魔。 他当年把我训练成全面性人才,把我当成工具使用,一度让我做梦都会半夜惊醒,直到他年迈,逐渐没经历折磨我们两兄弟。 秦连也满了十八岁,我才自私一回,从秦家逃出来,爷爷很想你,哥,秦卿姐也很想你,秦连摊在办公室沙发上,你这七年到底去哪了啊? 哥,你抛下我一个人走,爷,不带着我,我找了你好久,小时候爱撒娇的弟弟,如今在外人面前已经是成熟青年,只是单独独处时,还是会幼稚的怨怪撒娇,结了婚,又离了婚。 当了七年小丑,我漫不经心地回答,秦连猛地坐起来,结婚,问秦卿姐怎么办,她喜欢你那么多年,哥,你怎么呢? 我打断她的话,别乱说,方秦不喜欢我,她一个女总裁,眼里只有公私合适,爷,这话别人听到了,还不知道怎么编排她。 方秦和我算是同病相连,都是豪门世家礼当工具培养的人,只是她一个女人,却比我更加坚韧,我与她只有惺惺相惜地占有情,秦连撇了撇嘴,无语地瞧我一眼。 她看了眼震动的手机,说曹操曹操道,秦连姐来了,你们七年没见,下去聊,聊,我欣然同意,想当年,方秦崩溃的时候,也说过要我带她走,两人一起跑,只是我自私得很。 独自逃离,七年不见,方秦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女总裁,艳红长裙,精致妖娆的面容,气势强,大,她步伐摇曳,朝我伸出手。 袁哥,好久不见,礼貌且公式化的笑容,我愣了下,伸出手,好久不见,话音刚落,到抽口冷气,方秦故意收紧手指,尖锐的指甲,掐紧我手背的肉里,袁哥,跑了七年。 给你点的小惩罚,不为过吧,她微笑着,眼里有几分深,情,我正愣两秒,胡乱点头,当作没看到,我与方秦叙旧,谈到被训练的那些年,唯一能喘口气的时候,那是。 我只因经济学知识点记错,就被秦老爷子打得浑身是伤,方秦拿着药玉来看我,我被打得没哭,他倒是哭上了,我哭笑不得,你自己受伤都能忍着,怎么见到我的伤,倒被吓哭了,不是吓哭,方秦深吸口气,袁哥,我们快点长大,长大接手公司,结婚,以后日子就好过。 我当时已经在盘散离开,所以没接话,往事如烟,方秦坐在桌对面侃侃而谈,嘴角微笑弧度,都完美地挑不出毛病,我正愈与他继续说话,桌面上的手机震动起来,是夏明的电话。 光是备注上的两个字,都令我厌烦不已,我毫不留情地挂断电话,夏明,疑惑的女生传来,我看向方秦,你认识他? 嗯,方秦皱眉,我的追求者,挺变态的一个人,据方秦所说,夏明就是个变态跟踪狂,从三个月前的一面之缘后,夏明便开始缠着他,疯狂发信息,拉黑就换号,甜言蜜语,郑重启示。 这类事情没少做,他直误人状态刚醒来,我不好刺激他,基本都是躲着,方秦皱眉,请解你怎么不早说,怎么,秦连无语道,这人也缠着我呢? 非要和我做朋友,我在一旁听着,他们嘴里的夏明,和我认识的完全不同,在我眼里,夏明满脑子只有林婉,身体虚弱,经常在医院,甚至因为刚从植物人,状态醒来,见到陌生人都会不适,又怎么会缠着方秦和秦连不放? 可事实如此,我沉默片刻,要求他们详细说说,对夏明这个人的印象,秦连到底是我弟弟,说了两句,就感觉到不对劲,他推了推金丝眼镜矿,精明道,哥,你和这人什么关系,我无声冷笑,我前妻因为他,跟我离的婚,秦连和方秦对我婚姻没有过多询问。 他笑呵呵,哥,过去的就不说了,你回来,我办个晚宴,让大家见见你,行,不,我欣然同意,秦家如今由秦连打理,偌大的公司,令他力不从心,他是真的不想干了,见到我如同见到救星,只是我没想到,林家和夏家也收到了晚宴邀请,曾经的岳父岳母,见到在会场落单的我, 如林大敌,林母踩着高跟匆匆走来,压低嗓音怒骂,你怎么在这里,我垂眸看他,瞧着他脸上的慌乱,你和婉婉已经离婚了,你还想来这里缠着他,来闹笑话,快滚,这地方不是你。 这种人该来的,我挑眉,我这种人,不然呢,你这种底层锅,来这场宴会都是玷污场地,秦远,不是我说你,人,贵在有自知之明,我以前觉得你是个挺懂事的孩子, 现在看来,也就那样,林母审视地打量我,你和婉婉各方面都不合适,不匹配,真的,放手吧。 嗯,我放手了,我避开林母的目光,看向不远处的林婉,她身形单薄,站在原地有些局促,正瞧着夏明所在的方向, 而夏明,谄媚讨好的,站在秦连和方秦身边,不知在说什么笑话,只有她一个人。 笑,林婉眼神有礼,呼得落到我身上,她眼睛一亮,似是想朝我走来,又想到什么儿顿部,最后看向我身旁的林母, 她是温室里娇养的花儿,漂亮温和,同时也极美主见,我从前想护着她,用尽全力让她当一辈子白花,终究是自作多情。 林母还要说什么,见秦连,方秦走近,立刻变成谄媚的脸色,秦连乐呵呵的,嗓音响亮,歌。 宴会场随着一声称呼,历史安静,无数目光聚焦,身旁人神色各异,秦连攀上我的肩膀,端着红酒杯,难得高兴地不在外面端架子。 来,看过来,给你们介绍我秦哥,秦氏集团真正的继承人,秦连,哥,你说句话,我不想多言,端着酒杯虚空静了下,秦连真是高兴疯了, 半点规矩都不记得,怕笑得找不着呗,以后公司的事就找我哥哈,我解放了。 偌大的秦氏集团,几句话就换了掌控人,啪哒,酒杯破碎的声音, 临完脚下一滩红酒,瞳孔紧缩,呆滞地站在原地,神色有几分恍惚,秦连带我和几个合作伙伴聊了聊,交流一会感情, 待到晚宴结束,已经是凌晨,林家人在等我,他们守在酒店外。 林婉被推出车门,很是为难地走到我面前,阿远,他抬眸,眼眶发红, 你没说过你是秦家的人,所以呢,你骗我,这么多年, 如果你说你是秦家人,我爸妈,公司,我们,都能好好相处, 我当初也不会为了嫁给你,反抗爸妈,他们肯定会同意, 我不懂你现在说这些,有什么意思,秦远,你根本就没真心对过我。 我万万没想到,他在见面,会是指责,一番指责,把我气笑了, 我没有真心对你,是谁日夜颠倒,全年不休,免费给林家打工,是谁因为你一句。 话,凌晨找遍全城点心店,林婉,出轨的是你,打掉孩子的是你, 我对你有没有,真心,你最清楚。 七年,我舍不得对他说一句重话,无底线的宠溺, 最后让自己吃了个恶果,林婉后退两步,眼泪滑落眼眶, 聂如着,我没出轨,我不愿再听,转身想走,林婉却拉着我的衣袖, 阿远,别不理我,我害怕。 我回眸,你怕什么,怕我用秦家大少爷的身份,对林家做不好的事, 不是,阿远,我喜欢你,你别不理我,你在搞笑吗,真的,你走了之后。 我每天都在想你,夏明,他,他好像也不太对见。 怎么,他毁婚了,说遇到了更喜欢的人,阿远,我真的,当时糊涂了, 不知道为什么,突然脑子不对劲,才把孩子打了, 我们之后还会有孩子,你别不理我,回来好不? 好,他求得真情惬意,我冷笑,如果夏明没毁婚,我不是秦家少爷,你还会求我吗? 林婉,你让我,恶心,林婉第一次听我说狠话,竟遭不住。 半夜高烧进了医院,林家人不断发来信息,求我去看他一眼, 求和,道歉的信息源源不绝,林母的信息最为可笑。 阿远,是我们非要拆散你俩,你们离婚后。 玩天天都,想去找你,是我们拦住了,一日敷七百日恩, 他现在高烧不退,糊里糊涂只叫你的名字,你来看他一眼,算我求你, 看到请回复,我把手机放在一旁,看向电脑里的文件,内容极为炸裂, 文件里,夏明根本不是什么白月光,他车祸之前,就背着林婉,出入各种风月场所,就连车祸都不是偶然, 而是风流成,性,勾搭上酒吧老板的女人后,被人报复故意撞伤, 夏家人要面子,甚至不敢把事情张扬,不敢去告酒吧老板, 至于林婉,不过是夏明拿资源的工具人,他昏迷七年,夏家私生子早已上位, 夏明没了继承人优势,便想勾搭方晴,方晴不理便找林婉,声泪俱下示爱, 我前两日只是让方晴稍微给夏明点希望,他就为了方晴,直接与林婉毁婚, 一个为了钱财不择手段恶臭难罢了,秉着对林婉最后的感情, 我把文件发给了他,林家和夏家彻底闹掰, 林婉身体健好后,日夜在秦氏集团楼下等我,他见我便往前冲,被安保拦住, 不断喊叫着我的名字,外界不少传言,说他疯了,夏明事迹被曝光, 彻底没了继承公司的希望。 所幸破罐子破摔,他站在我公司楼下,破口大骂, 秦家少爷又怎样,老婆还不是被我睡了,孩子还是因为我才打掉, 哈,无能的,废物。 你身份在高贵,也是我的手下败将,秦源,你有本事出来跟我对质。 我站在落地窗前,低头看被安保拉出去的两个人,林婉穿着初见时的白裙, 他最知道怎么让我心软,只是半路杀出个成咬金, 夏明的叫骂让我清醒,我和林婉,终究破镜难阴, 方秦在我身旁责了一声, 我下去帮你给他们一巴掌,我挑眉,不用。 圆哥,怕我下手太重,伤了你的宝贝前妻, 我盯着方秦,见他逐渐失去气势,透出几分心虚, 这时候,方秦倒有点从前的影子, 我走到办公桌前,拿出一份打印出来的转账记录, 是方秦给私人侦探的转账, 还有我手机甲五分钟前,从夏明手机里翻出的聊天记录, 他和方秦的聊天记录,三小时前,方秦在, 夏明,你说,来一趟秦氏集团,闹一场, 说点恶心秦源的话,和林婉有关的, 越恶心越好,做得好给你一百万, 马上来,夏明倒是能屈能伸,追不到方秦。 面对他给的任务,也能毫无芥蒂地接受, 从夏明醒来的那一刻起, 不,从方秦找到我的那一刻起, 他就开始盘算,正巧碰上夏明醒来, 他故意出现在夏明面前,摸清他的性格后, 便开始吊着,同时,夏明和林婉之间的事, 算作惊喜,他安排私人侦探到我身边, 让侦探不断发林婉和夏明暧昧的信息, 私人侦探拿两份工资,格外敬业, 至于孩子,来错时间,也找错了人,无可怜。 方秦,你做的这些事,我不会追究, 但你也不要继续,我把聊天记录打印件, 递给他,方秦正愣会。 忽然眼眶发红, 女强人气势瞬间消失, 她强撑着微笑, 我只是不甘心, 袁哥,过去那么多年, 我们彼此陪伴, 结果,你却抛下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, 她有什么好, 林婉的好坏, 不用你去考虑, 即使我对林婉厌恶至极, 但她七年前给我的温柔, 为了我反抗林家, 非要嫁给我, 的模样还历历在目, 人心难测, 她是变了, 过去的情, 却是真的, 你心里还有她, 方秦落泪, 有和没有, 又如何, 袁哥, 非要我直说吗, 方秦深吸口气, 娇嫩艳丽的脸蛋, 露出倔强, 我喜欢, 你, 我想和你在一起, 她设了一场局, 棋子众多, 一步步靠近, 只为了和我在一起, 我抬手, 帮她擦去眼泪, 那就试试, 方秦疑惑, 试试什么, 试试在一起, 一年后, 林婉来公司楼下的次数越来越少, 最后一次来时, 她脸色已经很差, 她瘦得仿佛被风一吹就会飘走, 肤色苍白的近乎透明, 你, 跟方秦求婚了, 她哑声看着我左手中指的戒指, 嗯, 事实上, 是方秦向我求婚了, 她主动, 热情, 表达爱的能力比我强很多, 林婉捂着唇, 气不成声, 她颤声哭泣, 悔不当初, 阿远, 我好后悔, 我真的好后悔, 我不知道该怎么, 办, 没有你, 我要怎么活, 我现在是不是特别讨厌, 让你厌烦, 我也不想的, 我不知道要怎样你才愿意多看我一眼, 阿远, 我不知道怎么办, 以前我会心疼, 现在我心无波澜, 我沉谋, 林婉,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说话, 以后, 不要再来了, 林婉无力地蹲在地上哭泣, 痛哭不已, 撕心裂肺, 而我走向公司门外红裙摇曳的女人, 走向我的未来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